老人长寿并非是好事,活多少岁足够了,能达到这个岁数算有福气。 今年78岁的吴大爷,几个月前不小心摔了一跤后,一直卧病在床,失去了部分自理能力。 由于老伴去世的早,吴大爷的日常生活起居完全依赖儿子们和儿媳妇们的照顾,吴大爷一共生了三个儿子,都分别成家了,最小的儿子还是刚成家一年多。 但大儿子或二儿子的两位媳妇分别以工作忙碌,照顾小孩为由,不愿意照顾吴大爷,于是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小儿子和小儿媳妇的身上。 照顾老人的时间长了后,小儿媳妇也颇有微词,总给老人脸色看,平时也是有意无意地说一些难听的话嘲讽吴大爷。 听着小儿媳妇的抱怨,吴大爷的内心其实也是十分痛苦和无奈。 某天晚上,老人叹息道,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,还不如死了算了,当时家里人都以为他是发泄情绪,并没有记在心上。 谁知道隔天早晨,小儿媳妇进门准备伺候吴大爷吃早餐时才发现,吴大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,身边散落着一些药物。 当时家里人立刻叫来了救护车,只可惜老人已经离世,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 每次听到这样的事例后,不少人都不禁感叹,长寿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 一,为何说长寿并非是好事,活到几岁算好? 不少老年人在感慨自己的身体吃不消,体力不断下降时,后面总会接着一句,人老了就不中用。 如今,人的寿命不断延长,但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严重。 人到底活到几岁才算好?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,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.9岁上升至2021年的78.2岁。 由此可见,能够达到人均预期寿命78岁就已经算是比较理想状态。 有人在追求长寿的同时,也有人认为长寿其实并非是一件好事。 首先,长寿者可能面临着高血压,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脑血管疾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等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和折磨。 虽然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,但健康预期寿命却只有68.5岁。 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在最后的生命阶段约有9年时间是带病生存的状态。 寿命变长,但生活质量却严重下降,这种并不能叫长寿。 其次,长寿也意味着经济开支变大。 上了年纪之后,身上或多或少会存在疾病。 不少老人需要长期医疗护理,药物治疗以及健康检查。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对于普通家庭而言,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 最后,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感,也会影响生活质量。 长寿老人需要面临多次的离别。 眼看着身边的朋友、亲人一个个离世,会产生强烈的孤独、无助感。 容易引起抑郁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。 二、健康老人的五个标准,您满足多少个? 随着医疗和生活条件的变好,国人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。 90岁、100岁的高龄老人都十分多见。 但衡量生命质量的好坏不应该以长度为标准, 而是要看老年人身上是否有这些特点。 一、体重微胖,高龄老人体重过轻往往存在营养不良。 肌肉萎缩等问题,出现骨折,跌倒的风险也会增加。 建议老年人的体重保持在微胖的范畴内, 反而能让身体更能耐受疾病带来的消耗。 65岁的老年人,BMI值应保持在20到26.9为宜。 2、硬性指标好。 硬性指标包括血压、血糖、血脂要达标。 其中,血压建议保持90分之140毫米。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适当将标准放宽到90分之150毫米。 老年人血糖则要保持在空腹7毫摩尔每升。 餐后2小时11.1毫米OL。 血脂则要保持在2.83到5.2毫米OL。 3、消化能力好。 老年人是否健康还要看每日吃饭是否可以正常消化。 吃完饭后不会有消化不良、负胀的症状。 且每日排泄的时间是固定的。 这说明胃肠道健康相对健康。 如果经常吃完饭感觉消化不良、负胀。 且容易便秘,则要及时就医检查胃肠道功能。 4、睡眠质量好。 不少老年人在上了年纪之后睡的时间越来越少。 每天四五点起,入睡也十分困难。 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在上床后半小时就能睡着。 且每日的睡眠时间不少于7小时。 醒来后觉得精力充沛。 5、社交能力好。 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指出, 经常社交或能起到严寿的作用。 该研究对2.8万余名平均年龄89岁的老年人进行调查后发现, 不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死亡率为18.4%偶尔参加的为8.8%,至少每月一次的为8.3%,至少每周一次的为7.5%,几乎每天都参与活动的为7.33%. 日本人不爱运动为何却最健康长寿?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3年世界卫生统计最新报告显示, 日本人以平均寿命84.3岁居于全球首位, 而瑞士则是以83.4岁退居第二位。 提到长寿,大部分人的认知就是爱运动可以促进长寿, 但其实日本人却不爱运动。 柳叶刀全球健康曾在2018年发布了一项全球最不爱运动的国家调查报告, 人均寿命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日本排名在第11位。 该研究指出,有超过六成的日本人运动量不达标, 为什么不爱运动的日本人寿命却那么长? 其实,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, 饮食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 日本人的五个饮食习惯,值得我们借鉴。 吃饭讲究八分饱, 日本人吃饭不主张家庭式用餐, 更多会使用小盘子, 保持每餐八分饱左右。 吃得过于饱会导致消化过程延长, 让消化器官负担加重, 容易增加糖尿病, 肥胖症的发生风险。 食材种类很丰富, 吃过日料的人都知道, 他们每餐吃的种类很多。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985年发布的 《为了健康的饮食生活指南》中倡导群众 每日尽量吃30种食材, 保证身体可摄入充足的营养。 主要有蔬菜、杂粮、鱼类、海藻、乳质品等。 这些食物几乎是低热量、低油脂的, 且大部分为天然食物。 饮食清淡低热量, 日本人的饮食模式更多喜欢清淡的。 烹饪上也多以水煮, 凉拌为主。 这样做可减少食物的营养流失, 还能减少油类摄入。 少吃红肉多吃鱼。 相较于红肉, 日本人更爱鱼肉这类的白肉。 数据显示日本冲绳人每年会摄入100多千克的鱼。 日本人常吃的金枪鱼。 三文鱼等深海鱼内有丰富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, 对健康益处很大。 足够的膳食纤维、膳食纤维摄入对健康而言也非常重要。 日本人很喜欢吃海藻、水果、蔬菜、坚果以及豆类食物。 这些食物内丰富的不可容膳食纤维可帮助预防癌症、 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。 长寿与否不应该只以生命长度来衡量。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应该是生命的质量。 从现在开始进行改变, 到上了年纪后才有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。